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 全岛歌台表演陆续拉开序幕 为了吸引不同年龄层的民众 有台主邀请更多中清代艺人前来表演 也有庙宇推出流动花车歌台 记者陈沁霖报道 美世界购物中心外聚集了400多人 边享用美食边欣赏歌台表演 很兴奋 因为太久没有来这种歌台了 台主透露今年农历七月筹办的歌台少了大约三成 多数中原委员会因资金吃紧 选择不办歌台 只举办祭拜仪式 还有朋友 歌台方面我们也请了自身的 还有年轻的来同乐 后港这家庙宇则请来了流动花车歌台 让民众近距离观看表演 现在这个Generation都不可以听到来像这样的歌台了 只有七月一次 感受就是很亲切 很亲切而且觉得很流动化 就是他们把这辆车去到哪里就唱到哪里 其实感觉不一样 就是传统的话会更多的人 然后流动的话呢 是比较就是可能零礼会下来 非常快乐 因为这种流动歌台比较近距离 而且可以看到观众比较靠近 台主是从去年起开始推出像这样的花车歌台 不仅不用搭台 还能开入林立 为公众带来近距离的表演 他认为像这样的低成本小型的表演 更能迎合后冠病时代的需求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